西游记 第四回 不当洋马官一 再说天上的玉皇大帝有一天正坐在他的林霄宝殿上 忽然东海龙王跑来求见 原来老龙王是来向玉帝报告孙悟空大闹龙空的事 玉帝问道 这只妖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领 玉帝手下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说道 这是只三百年前天地生成的时候 不知这几年在哪里学到成仙有了这些本领 玉帝又问 哪位天将愿意去捉拿这只妖猴 太白金星站出来说道 这只猴子既然学到成仙 又有这么大的本领 陛下可以把它叫上天来 要在天上 以后如果再闹事 捉拿起来不是更加方便 玉帝听了 感到这个主意不错 就派太白金星去花果山 叫孙悟空上天 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出了南天门 架起云头 来到花果山水帘洞 他对仲小猴说 我是天上玉皇大帝派来的 请你们大王上天去 快去报告他 悟空听到小猴的报告 高兴的说 我这两天正想上天走走 就有人来请我 真好 真好 他忙叫道 快请进来 太白金星进来 请悟空上天 悟空高兴的说 多谢 多谢了 太白金星说 玉帝正在灵修宝殿上 等着你呢 请大王赶快动身吧 孙悟空叫来四将军 吩咐说 你们在家管着小猴 等我上天去看看路 好带大家上去同住 太白金星和悟空出了水帘洞 架起云头 来到空中 悟空的金斗云特别快 金星哪里跟得上 被悟空远远的甩在后面 悟空到了南天门 收住云头 正想进南天门 被守门的天兵天将给挡住了 过了一会儿 金星来到 悟空不高兴的说 你这老头 怎么骗我 你说玉帝请我 却怎么叫这些人挡住天门 不放我老孙进去 金星笑着说 大王别急 别急 你没有来过天宫 天兵不认识你 他们怎么能随便放你进去呢 等见了玉帝 当了天官 你再进出天门 就没有人敢打你了 金星 领着悟空进了天门 来到灵霄宝殿 金星向玉帝跪下 说道 陛下 孙悟空带来了 玉帝问 哪个是孙悟空 悟空不跪也不败 把腰一弯 说道 老孙就是 玉帝皱皱眉 问众神仙 你们说 可以给悟空 做个什么官 金星说 天马鹏正缺一个 碧马温 玉帝便说 那么就让悟空 做碧马温吧 悟空 悟空 欢欢喜喜 来到天马棚 他日夜不睡 认真看管 把天马养得 又肥又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